另外再来看到高雄市三明区 今天发生一起车祸 一辆日系轿车准备要转弯的时候 撞上了一辆千万豪车 而这辆千万豪车最近已经是第二次被撞了 光是这回的修理费 粗估又要花一百万多 那千万豪车的车主他非常的无奈 我们带您来听警方的访问 造成征信女驾驶车辆 这起事故发生在高雄九如一路 以及建国路桥路口 根据了解造势的日系轿车的 这位驾驶在转弯之后 没有把车子开到内侧车道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也可能是导致车祸的原因之一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 ural 它的公优 电视野 气头 人 file 农